但是这个局面呢,沃尔登要再做安全球呢,也有难度。 飞球的位置呢,造成了沃尔登想把主球放回到高岸区,恐怕都有些做不到。 只能来轻轻碰一下,但是这个呢,碰的不好呢,有可能会出机会。 也是轻轻碰。 对。 好,那么双方经过磋商啊,就是合局,这局重打。 对。 因为谁都不愿意这样僵持下去。 对。 就这个局面呢,一方面是谁都不容易来破解,另一方面呢,求情不好。 对,求情又不好。 不利于这个进攻吧,起码讲。 这样这个,无谓的防守下去,简直是在耗费时间,对。 所以倒不如再重赛一局。 那么,与今天这场半决赛,旷日持久相比呢,昨天晚间所进行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奥赛利文对金泽手威廉姆斯可以说是精彩之极。 而且呢,比赛总用时八局比赛,连这个半场休息加在一起,才不过两个小时。 对,两位都是快枪手。 对。 太阳赛利文对金泽手威廉姆斯可以说是精彩之一决赛的一决赛。 太阳赛利文对金泽手威廉姆斯可以说是精彩之一决赛的一决赛。 说一下斯诺克,好像这么多年以来,好像这个球的赛制也没有多大的变动。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我以一个选手的经历来感觉,现在感觉这个时代呢,好像更需要节奏的加快。 如果斯诺克还是一味的追求防守,恐怕会失去越来越多的观众。 对,会觉得呢,因为其他很多的体育运动项目啊,都纷纷在不断的修改规则。 是迎合时下的这个时代的节奏啊。 哎呦,看对头。 哇,写到了。 擦的这个红球过,对对。 非常的惊险。 那么其他的很多运动项目啊,比如像这个排球啊,啊,包括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在不断的修改赛制。 希望把这个比赛呢,进行了更加的紧凑一些。 对,更加的吸引。 对,然后呢,更加适合电视转播。 对。 那么,因为这个英国这个传统的啊,这个国球馆可以讲,也因为英国人保守的原因啊。 对,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斯诺克好像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怎么修改过规则。 对,因为确实有的球迷朋友们提到啊,这个看斯诺克,会不会现在看转播的时间有点长。 嗯,看得比较累。 对,确实是很多球迷朋友提到过这样的问题。 对,而且呢,因为在这个八十年代啊,应该说这个斯诺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英国鼎盛时期的时候呢,这个互联网当时还不是很普及。 嗯,可是在现在来讲,已经是两千年了啊,那么,都快两千年了。 对,两千亿年了,这个网络已经吸引了大部分的这个青少年的群体。 嗯,他们更愿意在这种时下飞快的这种网络里面啊,去寻找自我。 对。 所以,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这个斯诺克啊,规则也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去迎合啊,这个时代的步伐。 对。 对。 沙尔比包球没有包成,给这方送上四分 这次维莱姆斯跟沙尔比在讨论这个球的位置 差了小半颗模拟画面 这是给所有的模拟画面 这次包掉了 这个防守球应该说球台左侧的所有红球都被四分球和五分球都挡住了 对 那么剩下右侧的红球队 这个时候呢,这个沙尔比在寻找一个更稳妥的防守线路吧 应该讲 这条线路能回去吗?很难 很难 直接进攻 应该是落球了 不过呢 从画面上看啊 你 应该讲的球台的右侧的第一颗 包括这个黑球点位上方的那两颗 对 左侧上方有一颗 我估计 我估计应该是都有一些问题 是你打进之后 看一下模拟画面 对,起码有三颗 我个人感觉 但是你起码你打进以后 没有这个 能有一个好的 哦,有一个组合球 啊,还有一个六分可能 哎,停在了太口 马克里口 这样很遗憾啊 我个塞尔比虽然捕捉到了这个组合球的机会 但是没有计算这个母球 哦,是这个沃尔登 对,不是塞尔比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三颗红球呢 沃尔登实际上也看到了 但是,呃,就是因为这个打完之后 主球去走哪颗彩球 自己一直想不明白 所以呢,他看到了另外一颗组合球 但是呢,组合球呢 却让他忽略了主球有摔跃的可能 这个真是运气不好 马克里口 沃尔比我们看打进一颗红球之后呢 还是防守 对 不过好像这个力量稍稍大了一点点 好像是在球台最左侧底库的这个红球 可能可以看到啊 看不到 解球 要解也是那一颗 底下的最左侧的一颗 相信是能解到了 好的 嗯,不过也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没有进攻 嗯,黑球把这两颗红球都给挡到 黑球前面的那个红球啊 被右侧的两颗红球都阻挡住 嗯 而且呢,我们看 由于粉红球是挡住了中带 所以呢,球队最上方的红球也没有 嗯,嗯 哇,要打这么厚吗 有点危险啊 这么大